最需要來關心到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在今天正式的開打 第一階段施打對象 包含了65歲以上的長者 長照機構住民 還有18歲以上免疫不全 或是免疫低下族群 台北市聯誼中心院區開打的第一天 250個名額通通是搶光光 由於第一天台北市呢 只提供了5個醫院接種點 為了讓民眾有更多元 更便利的選擇 在明天將獲點到25家合約診所 加快施打速度 起了大早8點就來排隊 接種疫苗人潮盛況又回來了 24號莫德納次世代疫苗開放接種 不少長者趕緊來補打第5劑疫苗 第5劑莫德納次世代 因為年紀大了 那個免疫力比較差 1 2 3 4 5 第一天稍微痛一點 下一天早上起來就好了 第一階段施打對象 包含65歲以上長者 長照機構住民18歲以上免疫不全 或免疫低下族群 北市聯益中心院區開打首日250個名額 搶光光 而全台北市共釋出近4萬個名額 已完成預約大約有1萬8千多人 今天有安排5家的醫院施打 明天是有25家診所施打 那下個禮拜一開始我們全面在我們的很多的診所 一起來做這個莫德納施打的一個服務 那對於VA4 VA5這一波的疫情 它的保護力是比傳統的疫苗 它的效力可以達到1.68倍 莫德納次世代疫苗對於變種病毒保護力提升之外 與先前莫德納疫苗的包裝也有很大的差別 原本紅藍字體包裝次世代變成黑綠字體 平身大改造也可避免打錯疫苗 另外醫師也提醒如果近期有接種過流感疫苗的民眾 可以不用間隔 只要符合資格就能趕緊接種次世代疫苗提升保護力 可以同一天只是說要施打在不同的肢體上 目前疫情尚未平息 邊境零加期也預計在下個月中上路 面對政府防疫寬鬆政策 連帶提升次世代疫苗詢問度 記者正在零星一台報導